国务长立委徐晓星的大姑还有大姑的老公呢 是涉入了诈骗洗钱案 这一让徐晓星过去的言行呢都被外界放大检视 而台北市议员苗博雅昨天在开直播的时候呢 还秀出了徐晓星过去的穿搭照片 他是质疑了徐晓星身上穿的衣服呢 是和国际的精品品牌的一个款式是雷同的 如果是同一件的话呢 他还指出了要价可能要超过十万元 而对于苗博雅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徐晓星在稍早的时候受访 他是直接公开向苗博雅喊话 要求苗博雅对他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韩沙摄影打不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再丢一些五四三的东西出来自取其辱了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钱的话 我现场脱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希望我要脱光 他们才满意 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是什么牌子的 这件衣服也要这样子吗 来 没有大家喜欢拍就拍 这件衣服也是UNIQLO的 大概八百多块具体价格我不是很确定 我也包了色 四个还是五个颜色我都有买 当然我们今天作为中央的民意代表 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但只要衣服能够重复穿 甚至作为二手衣给我的家人穿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旁边的徐晓鑫呢 他在稍早受访的时候直接把外套给脱掉 甚至还对所有的媒体记者秀出他衣服后面的标签 他强调呢 他从外套到衣服还有包含裤子 还有贴身的衣物 全部都是日系的平价品牌 并没有苗布亚所说的衣柜里会有这么昂贵的衣服 来立法院的证明状况